上演万里归徒真人版 我现在要从泰国坐十个小时飞机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把之前出国开车自驾旅游的坑给填上 之前打算在伊斯坦布尔的港口把车发回国的 结果那边干仗了 这几个月一直都发不回来 我还要交一笔很高的字纳金 待的越久交的越多 所以赶紧把它开回来 开车出国自驾旅行先要交上自己车总值一半的押金 退不退什么都无所谓 重要是挂中心 我可不想因为这事影响我之后的环球旅行 所以就算这车给我炸了 亏都要回国 最后给大家解释为什么叫万里归徒 从伊斯坦布尔横穿整个土耳其 横穿整个伊朗 横穿好几个斯坦国 最终从哈萨斯坦回到咱们的新疆伊犁 大约12800公里 开着腿抽筋 选位置的时候故意选在最后面 半夜的时候没人坐可以直接在这睡 比头等舱还爽 飞机到了下半夜 像这种饮料都是无限量的供应的 至少零食都可以随便吃 连他们的飞机餐也是无限量供应的 高低把我机票吃回本 果然没人直接开躺隧道天亮到伊斯坦布尔看日出晚安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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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飞机外置的摄像头视角 供乘客餐馆挺有意思的 成功路径顺顺利利行李没丢搞定 这里的手机卡还挺贵的 我办了一个100GB要400块钱人民币 在座本地的出租车 去找我们的坦克300 800里拉相当于人民币181块钱 31公里 5块7毛钱人民币 还可以 臭狠 又看到你了 我的老伙计 半年了 半年了 我就说嘛 像我这种倒霉蛋能这么顺利吗 车钥匙溜了 手机APP因为车钥匙太久没打开 进入了深度睡眠的模式 也整不了 现在我要夸钱 请人把我车给撬了 才能开回去 修车的师傅明天才有时间来 咱就在伊斯坦布尔随便瞎溜达 cdwalk一下 好多流浪猫 这里还有一只巴嘎猫 巴嘎 巴嘎鸭 一次坦布尔的确是 满地都是流浪猫流浪狗 这个拉不拉多怎么跟猪一样 哈喽 他好怕我 这个就是他们打疫苗的证明 乖乖 啊 好乖好乖 你比前面那条瘦多了 那是猪 你也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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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摸摸摸 揸猫搅的天堂啊 少女塔日落 比斯坦布尔遍地都是钓鱼楼 什么年龄段都有 这么上瘾吗 那就是少女塔了 立在博斯普鲁侠的中间 可惜现在不让坐船上去了 这日落好有感觉 在整个本地美食 土耳其的东西还是能吃吃的 进来的时候我生怕我点两首钢琴曲 还好他是配图片呢 真贴心 上菜了 土耳其特产瓦罐牛肉 这个好有食欲 比我之前在卡佩多斯亚吃的 那个瓦罐牛肉香多了 这还蛮贵的 算下来人民币要一百多块钱 就跟咱们那个过肉肉面的那个肉一样 味道 大不了多少 还行 土耳其的特色烤肉饭 也要人民币一百二三十块钱 他们的饮食习惯就是万物皆可烤 西红柿也要烤 要烤到黑为止 哎 哇好多呢 哇 洋葱也要烤 这个肉的味道吧 就入口比较散 香味还保留着 但是有一点烧 烤 但下锅还是一流呢 最后一道招牌菜 焖羊肉 这还要上锤子不会用省衣整的吧 跟咱们做乞丐鸡差不多 这卖相还是挺香的 但是闻起来还是会有一股羊烧味 这一份大羊腿五百块钱人民币 还挺划算 感觉性价比挺高的 尝一下 嗯 口感巨好 好香 但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羊 还是在新疆 但是这里 已经是整个东东 所依所爱的好吃 吃的太嗨了 这一顿吃了四千六百九十里了 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多块钱 麻了 又到了酒店开盲壳时间 看看土耳其伊兹坦布尔五百五十块钱 能开什么样 哎哟 还可以 蛮精致的 也不算坑了 我就好奇 他怎么能把我这车门打开 哎哟 高手往往采用的 都是最朴实的方法 就这样把我车撬了 现在开始连电脑 配钥匙 开门用了十秒钟 破解车 三个小时了 给他俩整自闭了 这防盗能力 我也不知道是开心还是难过 又玩毒子了 师傅休到天黑 说实在搞不定 回家吃饭了 现在解决方案就是 在国内请一个师傅 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或者空运工具过来自己整 无所谓了 我的习以为常了 关关难 关关过 生活还是要保持微笑 谢谢